其实他的这种突击还是有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绝对突击的这个能力显得会弱一些 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 我先调动 我先耐心地打 他需要一定的突然性 对 寻找机会 他不像说有一些可能机会不太好 但我自身能力比较强了 我还可以勉强地去攻一下 可以强攻你 对 其实这两名选手出道的时间也都差不多 都是2000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出道 打了十几年了 我觉得是我小时候刚上国家队就看 他们俩已经在打 对 你现在刻意当解说员了 他们俩还在打 还是你幸福一点 对 我现在比较幸福一点 好球 因为突然杀他一个追身 一个近身的球 造成盖德防守失误 失误 这种角度上转变不过来 但其实这个球很明显能看出 还是盖德在控制李璇一 控制他的两个底线 所以李璇一其实刚刚那个进攻的质量 并不是太高 只不过是勉强心地去攻了一排 但是这个角度还控制得不错 李璇一现在反超一分 其实丹麦现在也有一个年轻队员 现在年轻的丹达逐渐的上来 约根森 约根森在中国大中国公开赛吧 中国公开赛在上海的中国公开赛 还拿过一次亚军 这次也报了名 但是还是在这种关键比赛里边 由盖德来出场 对 约根森他还是属于那种特点 比较突出的 但是的确还是现在比较年轻 然后这个整体的实力 可能还是会差一点 在这种大赛中可能 还是会选择这个老队员比较稳健 然后发挥比较 就是起伏没那么大的这样一个队员 去比赛 盖德已经35岁了 他是1976年出生的 11比10 盖德领先到了第二局的间歇 开始 凯德在后半局 凯德现在有一些加速 刚才的头顶连续杀球出界 可能前面加速之后体能有点下降 刚才这个揭发球也出界